謝謝文威他從他在監索的這些經驗來出發 然後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緊接著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我請李佳華 李佳華他是拍攝紀錄片 那他之前也跟拍攝包含這個出境而案的這些紀錄 還有他拍了一部紀錄片叫《起點》是有關備漢堡 那他來談一下他的一些經驗 謝謝 其實我之前大概就看過那個Toshi Sound跟文威的東西 我後來想起來我看過 然後我每次看Toshi Sound的照片或是文威的話 我就覺得很震撼 因為我其實我08年到12年的四年裡面 我也常常進出監獄 不是我去照房監獄 不是進出監獄 就是他們的作品其實很多程度上都讓我重回那個現場 就是我到現在都還可以很清楚的很回想起我到那個現場 那種很震撼的感覺 那我是拍紀錄片的 那今天我沒有要給大家看紀錄片 就是我跟大家談一談我自己的經驗 其實 我要先跟大家說的就是 我是08年開始就是被蔡從榮島映映照去做 參與蘇建荷蘭的紀錄片 那我要跟大家坦誠 其實08年之前我是贊成實行的 但是我開始拍攝出來以後 我經歷了很多很多衝擊 然後到最後 我的想法就有徹底改變 那為什麼 我先回過頭來講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 都市長用非常溫柔的力量 告訴大家說我們要用愛看待這個世界 我們要包容這一切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偉大的想法 真的很偉大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講好了 就是我先說為什麼我會動搖 我問大家就好了 請問一下贊成實行的朋友 你們可以直接講好了 我可以請問你們覺得贊成實行的理由嗎 有朋友願意回答我嗎 好為了要爭取時間我先問問問題 其實我覺得啦 我當初想 我們希望保留實行有兩個最大的理由 對不對 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給被害人家屬一個交代 大家都同意吧 大家都同意 對不對 我們很多人覺得我們需要有死刑 是要給被害人家屬一個交代 然後第二個 我們覺得需要有死刑的原因是什麼 擠遞 降低犯罪率 好 那其實最讓我動搖的是第一點 那沒有錯 我覺得就是這兩個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講 我馬上可以推翻第二個原因 因為你會發現 我們可以把數字攤開來看 你們可以去找資料喔 我現在這個現場可以跟你們打賭 你們可以去找全世界沒有死刑的國家 跟有死刑的國家 哪一些國家犯罪率比較高 你很快就可以發現 現在全世界絕大多數犯罪率偏高的國家 全部都有死刑 都有死刑喔 然後犯罪率很低的國家 絕大部分是沒有死刑 那大家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如果死刑可以二子犯罪率的話 為什麼這些犯罪率很高的國家都有死刑啊 那他們為什麼犯罪率還是這麼高 這個理由大家可以去想 但是我們很快就可以知道 這個理由不成立嘛 那第二個理由是真正讓我動搖的 就是我要從我拍片經驗來講 就是我們一直都認為說 我們保留時刑是要給受害者家屬一個交代 我們大家都同意 那我問大家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印象 是每次有刑事案件 重大的刑事案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都會看到媒體去採訪受害者家屬 我們都會看到對不對 那我們在採訪這些受害者家屬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絕大多數在媒體上被呈現的受害者家屬 都會跟你們說什麼 絕大多數在媒體上會 會被看片的受害者家屬 他們的回答都是我要他死 大家沒有意義對不對 我們絕大多數能看到的都是這樣的 好 那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台灣現在有沒有執行事件 有嗎 剛剛Twitch上提到 我們今年才槍斃五個人 那我問大家喔 槍斃完以後 這些犯罪受害人的家屬 他們怎麼了你們不知道嗎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不知道 為什麼 那為什麼媒體沒有報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我們一直說我們要照顧受害者家屬 我們為什麼覺得我們要執行執行 因為我們要照顧他們對不對 我們要關心他們對不對 我們要給他們一個公道對不對 那槍斃完以後呢 我們給他們一個公道了嗎 我們照顧他們了嗎 我們關懷他們了嗎 有嗎我們自己問我們自己喔 今天槍斃已經執行完了 槍斃執行完了喔 可是你們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 他們過得怎麼樣耶 我們憑什麼說我們給他們一個公道 我們憑什麼說我們給他們正義 我們有給他們正義 我們有給他們公道嗎 我們冷靜下來想一想 我們今天說我們覺得我們有正義感 這些人受害了 所以我們要照顧這些被害人家屬 我們都有這樣子的共識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只得到一個方法 就是國家跟你說 我給你一顆子彈 一顆不夠兩顆 兩顆不夠三顆 三顆不夠我打到他死 我打到他死好了 那受害人家屬得到正義了嗎 他得到照顧了嗎 你們覺得有嗎 對有人搖頭嗎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點頭 我問一下好了 我只問這個問題 有人覺得打完那一槍以後 受害者家屬就被照顧了 他們就得到公道跟正義了嗎 如果你是認真這樣想的 請你舉手好不好 沒有 沒有 好 那 所以那顆子彈 到底留給我們什麼 那顆子彈到底留給我們什麼 大家想一想 那顆子彈到底留給我們什麼 什麼都沒有 我就 我 我只講我接觸過的個案 我只講我接觸過的個案 最直接的一個就是 蘇建荷案的受害者家屬 大家都知道蘇建荷案 然後萬幸 我們現在知道蘇建荷他們已經沒有事了 對不對 但是媒體有沒有關心過 武堂街跟胡東諺的狀況 大家知道無堂街跟胡東諺嗎 有人知道無堂街跟胡東諺現在怎麼樣嗎 你看你們沒有人知道 那為什麼你們 不能怪你們 為什麼 因為媒體不在乎嘛 政府顯然也不在乎啊 因為沒有人真的關心他們 他們 蘇建荷他們沒有事了 可是受害者家屬還在喔 受害者家屬還在 可是 無堂街他之前 得癌症然後再化療 沒有人關心他啊 然後 吳東諺他 因為肌肉萎縮 他每年都在 他的呼吸能力都越來越差 醫生說他只能活不過23歲 但是很新年 他現在已經29歲 他馬上就要滿30歲 可是他怎麼活下來的 他從不用呼吸器到 偶爾要帶呼吸器 現在到他不帶呼吸器 他就會刺激 那可是大家可能不曉得 就再精眠 就再精眠 他的呼吸器 因為太老舊 已經要太壞了 可是沒有人幫那麼壞啊 你們知道我是怎麼知道 這些事情的嗎 因為我 我除了定期去拜訪他們以外 很多 抨擊死刑的 所謂正義人士們 都說 背所死刑聯盟 從來不關心受害者家屬 可是我第一手得到這個消息 就是從這個 從來不關心受害者家屬的 背死也不明明得到的 所以是誰不關心受害者家屬的 好 那你看喔 這個是已經冤案得到聲冤的 我們姑且知道 他們受害者家屬沒有得到關心嗎 那如果已經行刑了呢 我接觸過白冰冰小姐 因為在拍完書建德案以後 其實我就很想做一系列 跟司法有關的紀錄片 那我其中一個想要拍攝的 其實就是白冰冰小姐 那 我直接問大家一個問題好了 白冰冰小姐應該算是 現在媒體突光率 非常非常高的受害人家屬 那你們覺得他也得到正義跟公道嗎 陳靜新扶法了 陳靜新被槍斃了 也就是說他得到他那顆子彈了 可是你們記不記得 就在2010年 就在四年前 他在媒體上說什麼 他在媒體上說 如果馬英九 要廢除死刑的話 他就要讓2010年的五都選舉 國民黨大敗 我到底你們記不記得 他為什麼說 謝長廷不是人 因為他 他現在還很恨謝長廷 我不是說他恨謝長廷這件事情不對喔 我們要反過頭來想的事情是 我們今天說我們要給他們正義 我們說我們要給他們公道 我們說我們要照顧他們 但是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做 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做 很簡單 其實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我們可以給他們 司法上的建議跟諮詢 對不對 就是一犯案 就是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可以有法律專業人士介入啊 告訴他們 他們可以得到什麼幫助 台灣有做嗎 我不曉得好像沒有 因為如果你問白明明他為什麼那麼恨 白明明就跟你說 因為在法庭上 陳靜欣是坐著我是站著 然後每一次 檢察官跟律師都要一直問我案情 我覺得我的傷口一直被撕裂 然後在法庭上沒有任何人幫助我 那你們覺得這是誰的問題 他痛恨的可能已經不只是陳靜欣 他痛恨的是整個制度 對待他是用一種不公平的方式 所以顯然 白明明在司法上 這件事情沒有得到照顧 那另外一個我們可以做的是什麼 精神上的陪伴跟照顧 我們也沒有做啊 那更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經濟上的支援 可是我們做了什麼 我在跟大家講 我接觸的另外一個個案 就是 有一個太太 有一個女生 她家的經濟情況非常好 那她先生 跟另外一個女生 就是小三 殉情辭掉 那 她這個 可是這個太太 始終不願意承認她的老公是殉情 她一直認為說 是這個小三 她老公要分手 然後那個小三不接受 所以就小三把她老公殺掉 然後再自殺 但是 就是 確切的案情 當然這個有爭議 可是總之 我們 可以承認她是一個 有犯罪被害的人 對不對 那 結果 她打了很多很多官司 但台灣現在的 我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 在拍這些東西的時候 台灣做 對犯罪被害人家屬 做一件最直接的事 是賠錢 然後賠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一百萬 一百萬是上限 而且她是有抵觸 什麼叫有抵觸 就是 如果你 死掉之前 你有保險五十萬 對不對 那你就只能申請五十萬 而且這五十萬 你還要有 發票啊 要收據 要來抵這樣 那 我那時候拍的時候是這樣的 那你們知道這個女生 她就想說 反正這是我的權利嘛 然後她就去跟法務部申請說 她要拿這一百萬 你們知道法務部的官員 要說什麼 法務部的官員跟他說 某某小姐 你家很有錢啊 你可以不要拿這一百萬 你不用了吧 你覺得如果你們是聽到 你們會有什麼感覺 然後今天我們的政府 一直說啊 我們已經幫你解決了 因為我們把 該抓的人抓起來關了 我們把該槍斃的人槍斃了 然後好像一切事情都沒有了 其實如果我們說 我們要還給被害人 跟被害人家屬 一個公道 一個正義 甚至我們說 我們要照顧他們的話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也許這是我們應該 好好想一想的 就是我們一直說 死刑能發揮很多功能 死刑能發揮很多功能 可是死刑到底發揮了什麼功能 其實死刑只給我們一個功能啦 就是宣洩 就是爽 就是我們都想要他死 然後他死了 然後呢 然後什麼都沒有了 那 我還有多少時間 其實我自己感觸很深 可能就包括剛剛我聽文偉講 現在監索裡面的狀況 因為我也常去 監索 拜訪一些受刑的人 我在裡面真的看到 很多很多個案 那 我真的 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講 這件事情就是 法律之前的人平等是屁話 對啊 我問一下就好 你們有誰相信 法律之前的人平等 奇怪 怎麼現在都沒有人相信 好 可是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相信 法律之前的人平等 對 就是 法律是一樣的啊 可是為什麼 法律之前的人平等 做不到 因為有法官嘛 我不是說法官不好 我不是說法官不好 我們今天要認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法官也是人 那你們覺得法官有比你聰明嗎 有比我聰明嗎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我現在覺得總統都沒有比我聰明 那 所以 我們想想看 法官 法官判案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我告訴大家我的經驗 我在監獄裡面看到的啊 有錢人 大學生 受過教育的 有家事背景的 然後 有關係的 全部都不會被判重刑 沒有錢的 沒念過書的 然後 沒有家事背景的 甚至你長得醜的 你就會被判重刑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法官跟我們一樣都是人 你只要想喔 今天有兩個人 坐在你面前 他們一樣都殺了人 他們一樣都殺了人 然後一個小學沒有畢業 一個大學畢業 你問這個小學畢業的人說 是不是你做的 然後這個小學畢業的人 他根本沒有表述自己的能力 他就跟你說 我 法官大人 我不曉得 他可能連講都 一句完成的話都講不出來 那你第一個直接反應是什麼 你心虛一定是你的 然後你問這個大學畢業的人說 是不是你殺人 他開始很清楚的表述自己 告訴法官大人 我跟你講其實是不是有苦衷 真的耶 好有道理啊 那我先看你 你們覺得這種事情 有沒有可能發生 不是理由 沒有可能發生 這種事情一直都在發生 那你們想看 如果我們讓這樣子的制度 我們已經知道 這樣子的制度會有變差 這樣子的制度不可能百分之百公正 可是我們今天說 我們容許這樣的制度殺人 我們可以讓這樣 我們可以讓死刑存在 你們覺得這樣合理嗎 回過頭來講 我們前面有提到 其實中理有提到判決書的問題 我看了 我因為拍紀錄片 我看了很多判決書 其實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聽起來都很合理喔 我看過判決書上面寫說 87刀致死 凶殘至極 你可以砍人87刀耶 凶殘至極 很有道理對不對 然後我再看另外一份判決書 七刀致死 刀刀要害 凶殘至極 哇七刀致死 刀刀都要害 凶殘至極 然後再看另外一個判決書 一刀就避命 凶殘至極 一刀七刀87刀 都是凶殘至極 那你寫凶殘至極 幹什麼 你們覺得寫凶殘至極幹什麼 就是我們的 我們其實台灣整個社會 還是停留在一個很情緒性的狀態 這就是我們今天怎麼面對死刑 連法官的判決書都用這麼情緒性的字眼 所以我們面對死刑 這麼有時候這麼需要用 回歸到理性邏輯來討論的時候 我們其實還是用很情緒的方式來看待它 所以我們都只有一個直覺的想法 就是我要爽 他該死 所以我要讓他死 可是我們沒有想過 這個人的死可以帶給社會死 什麼都沒有 受害者家屬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他需要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啊 他需要國家告訴他說 今天以後這件事情不會再發生 可是我們如果要讓這件事情不再發生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要降低犯罪率 我們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當文維也有提到 我們要怎麼樣不要再犯 我們應該提高教育水平啊 提高就業力 提高薪資所得 如果今天每個人 一個月都有五萬塊 大家都有飯吃 誰想犯罪 可是為什麼我們今天的犯罪率那麼高 那是因為國家有太多事情沒有做好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回家跟你說 我有幫你做事 你問他說你幫我做什麼事 我把人抓起來 我一起回我給你一顆指貸 也就是說死刑其實是一個最最最最最便宜行事的方法 那我們今天看說 剛剛總理提到人神共分這件事情 為什麼講到人神共分 因為之前的前法務部部長 因為那個阿佑 就是今天聽的事情下台 但他之前行刑的時候 他說我都是簽什麼案件 我都是簽人神共分的案件 聽起來也很有道理的啊 那我問大家什麼叫人神共分 有人可以回答我嗎 人我知道啦 我看了也很生氣啊 阿神在哪邊 他是每個案件有去掛筊嗎 還是怎樣 好像也沒有嘛 對不對 那他說人神共分 人神共分 那我就這樣講 如果人神共分是一個標準的話 終止消擋救護車 人神共分啊 抓起來槍斃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 人神共分耶 那台大生虐待博士貓 人神共分啊 為什麼沒有抓起來槍斃 就是人神共分 為什麼可以成為一個標準呢 這件事情顯然也很奇怪 但是我們好像都沒有辦法 回到一個很理性的態度 來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當保護部長告訴我們說 人神共分的時候 我們就接受 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其實有很多事情講 但我最後講一件事比較好 最後一個就是 我每次在這種場合 我都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後來沒有了 後來沒有了 但是我最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那如果是你呢 如果你家屬被殺呢 你要怎麼辦 如果是你 你要怎麼辦 因為他們都說 你又不是受害者家屬 你怎麼可以說 我不要死刑 那如果你是受害者家屬呢 如果是你們 你們會怎麼回答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的想法是什麼 如果我最親密的人 被殺了 我會去追殺那個兇手 我會想辦法抓到他 然後我會用最殘忍的方法 一刀一刀把他的肉割下來 我會讓他生不如死 我會用最可怕的方法折磨他 然後讓他痛苦到死掉 那人家就會說 那你自相矛盾啊 我沒有自相矛盾啊 為什麼我今天這樣講 因為我是一個自然人 作為一個人 我有權利犯錯 不是我有權利犯錯 是一旦我犯錯 有一個東西會制裁我 那個東西叫做什麼 叫做國家機器 也就是說 如果我殺了人 我們認為殺人這件事情是不對 如果我殺了人 我同樣要面臨另外一個殺人的制裁 對不對 那我今天問大家一件事 如果殺人這件事情是錯的 那國家機器殺的人 誰要制裁國家機器 我們已經看到江國慶了 對不對 那我們自己冷靜下來想一想就好了 江國慶的事情結束以後 國家機器有任何人得到制裁嗎 江國慶的家屬得到國賠了 國賠是誰的錢 是你們的錢 所以死刑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東西 其實我們應該認真去想一想 其實如果贊成死刑的朋友 我非常肯切的希望你們回去想一想 你們理想中那個死刑可以達到的目標 在現實上它到底有沒有可能達到 然後也許我們再來冷靜下來談一談 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存在的這樣子 因為時間關係有平常的原因 謝謝